之後我們如果希望可以把它換個顏色的話 那怎麼換顏色 因為他預設的圖就是17個啦 所以目前你只能有17個變化 當然將來後續 如果你學會可以變icon 那會更棒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app 那個圖示很多樣 看起來的話會更棒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完這個部分之後 要讓他換個顏色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換個黃色 換個白色 換個藍色的話 那基本上在那個 我先講一下 這個叫做Thimming 就是布景主題 所以會有一個DataThimming 你可以變更它的圖 它的顏色 可是它的顏色只有五種 A B C D E 就是 黑 白 銀 灰 藍 黑白銀灰藍 好像是這五種 我已經把它背起來 因為之前上過課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們怎麼設定 很簡單 游標放上去 方法跟這邊一樣 你就聯想 它的標籤 你們應該會有一個屬性 是用來設定它的顏色 叫做Thimming 所以DataThimming 有沒有看到 Th開頭的 這邊 Th DataThink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 點下去 會有 這麼多A到Z 不過特別注意 預設的話 只有五種 A到E 以下的都不會有作用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一個什麼呢 黃色的話 比如說像剛剛看到黃色 就是 黑白銀灰黃 黑白 應該是 黑 藍 黑藍銀灰黃 等一下試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換個顏色是 黃色的話 那就是1好了 我看一下 然後如果不確定的話 沒關係 即時 我覺得DataThink 太厲害了 按下去的話 馬上出來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換別顏色 可以啊 A按下去 馬上變黑 有沒有 B按下去 馬上變什麼 藍 所以黑藍 應該是黑藍 銀 這個是銀 灰 灰 灰跟藍 灰跟銀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兩個C跟D好像感覺比較像白色的 就是有點像銀 銀色有點像白吧 所以黑 藍 銀 灰 黃 當然這地方的話 F以後是不會有作用 F我按下去 基本上 還是 變成更黑 因為我印象中好像裡面是 他這個 其他的是沒有 沒有設定 所以 只有前幾種 所以 我們第一個用什麼 黃色 OK 就黃色了 對 那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用成 銀色的好了 銀色的話呢 我怎麼做呢 基本上 再切回來即時 或者你直接乾脆點這邊一下 新書登場 點一下這邊喔 其實不用切回 即時不用切回來 點這邊 新書登場 再把它C名改成什麼 改成C 馬上改 然後再把它認證課程 點這邊喔 如果你不切回去 當然你切回去也可以啦 再點一下 不過好像感覺比較慢 比較快的方法是 再點一下 認證課程 再把它改成什麼 藍色的 藍色的話是B 有沒有 OK 好 做完了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C名 除了說可以用在 導覽列用之外 在其他的部分 也都可以做 頁面的顏色 設定啦 或者是說 頁尾啦 內容啦 等等的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做變化 那做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階段做的 導覽列 那你會發現它的好處是 這邊 這邊 有沒有 小的手機 跟大的平板 它都一樣OK 沒有問題 那底下的點點選 一樣可以切到這邊 最新消息 然後再來新書登場 再來是這個 認證課程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切回及時 那請各位把這個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頁手 內容部分的話 請你打開Data 然後把那個 那個最新消息 底下這些東西 Ctrl C 一下 那自行 再把它貼上去 然後做什麼 項目符號 這個我想這個 自己先 加上去 然後選它一下 做一個項目符號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 第一階段 不過 第一階段完成之後的話 底下還有一個 導覽列完成的 那下面會需要有個叫什麼 List View List View 就是 就是 叫什麼 清單 樣式 這個要怎麼做出來 等一下再來看 它也是一樣可以做連結 來 畫面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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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